今天台股再度出現最強買進訊號 把握機會 WE178 WE178 前面記得加小老鼠 各位投資朋友好 歡迎收看真投資 我是菲律師中生 今天是12月18號星期一 台股市小跌了21點 但是今天我們一直在強調 強勢多頭裡面最強最強的切入訊號 今天又出現 而且今天這個訊號是非常強烈 等一下我再給大家看 等一下我給大家看這個訊號 今天到底有多強烈 因為我一直跟大家講 在一個強勢多頭裡面 好的切入點 不好找 你要等量說不一定等得到 你要等回檔也不一定等得到 但是只要電子成交比重 夠低 這絕對會是買點 今天就出現了 最近很多的股票其實 都會是一個很好切入點 而且今天 有一個現象 也證明說我們對2024的看法 絕對沒有問題 我們的產業看法絕對沒問題 今天其實說 除了說傳產以外 最強勢的電子類股 就是AIPC AIPC的品牌廠今天特別強勢 我們一直跟大家一直強調 一直強調 400元以下 很便宜 400元以下很便宜 235G的華碩 還有像是紅機 還有像是人保 今天都大漲 那其實今天的 華碩人保紅機大漲 他就驗證了我們 前幾週一直跟大家強調的 很多的NBPC手機相關的 相關的一些個股 曾經的強勢股 在2024都會重返榮耀 其實今天的華碩 紅機人保 這些大漲 他就是在證明這件事 等一下我們慢慢來講 今天盤勢算是 沒有太大的變化 但是這絕對是非常好的買點 我們先簡單看一下指數 以指數來講 指數很強 但是就像我講的 現在的行情 因為資金輪動非常的快 所以我們一定要提前去買 如果說 你等到整個族群都起來才去買 一定來不及 因為你看 你這樣去看 指數看起來很強 但是其實他每天的內容都不一樣 可能一天漲航運 一天漲鋼鐵 一天又漲電子 所以我們一定是要 提前進去買好 那以整體大方向來講 絕對沒有問題 我再強調一次 整體大方向 絕對沒問題 現在台股有多好 你自己去看 美國升息結束 中國遭到降頻 台灣總統大選 產業從谷底復甦 這勢大利多 同時出現在一段行情裡面 你去想這個行情會有多好 所以 大方向絕對是沒問題 頂多就是一些資金的輪動 個股的轉換 就這樣而已 而且大家一定要知道 很多人說 現在接近一萬八 我覺得 風險很大 不敢進去買 我覺得現在不是一個時機點 那我就問很多 很多人說理由是什麼 很多人都說 因為台股漲太多了 因為台股太高了 其實這就是我在跟大家講 你要說什麼 看空理由都可以 千萬不要說什麼 漲多了不能去買 漲太高了 現在風險很高 絕對沒有這回事 你說你覺得產業不好 覺得美國的經濟可能不好 這些都可以 但是千萬不要說 因為漲太多而不去感 而不敢去買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相對的啦 如果你說 2024的 平均的獲利 台股 以整個2024平均成長性來講 台股上兩萬一定是沒問題 那如果說以中長性來看 台股有上兩萬點的 基本面債 那一萬八千點都不到 怎麼會高 是吧 所以我跟大家說 漲太多漲太高 這絕對不會是看空的理由 拉回來我們就去找買點 而且我一直在強調 現在是一個真正標準的強勢多頭 在一個強勢多頭裡面 他一定是要靠電子 既然說一定要靠電子股去拉 大家記住一個重點 只要電子股成交比重低於60% 低於60% 這是一個接近百分之百的買點 你不相信你可以自己去回測 你可以自己去回測 是不是只要低於60% 三天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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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股一定漲 真的電子股一定漲 你去看 我給大家看一下 大盤成交比重 今天大盤成交比重 今天大盤成交比重 51% 電子 電子成交比重 只有51% 你去看 這條線 綠色這條是電子成交比重 藍色這條線是非電的成交比重 你去看沒有一次例外 只要電子股低於50% 或是說接近50% 或是說低於60%也可以 這裡 低於60% 三天內一定漲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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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次是低 已經到51% 已經到51%了 這絕對是一個大買點 非常好的切入點 順便說一下有人在問 這軟體是元大的點精靈 其他軟體我不知道去哪裡看 但是元大的話 它是有這種 全部把它做成線圖的 這看起來就很方便 60%以下 往上漲 60%以下往上漲 所以我跟大家講 在一個真正強勢的多頭裡面 你要等回檔不容易 你要等量縮也不容易 最好最好的切入點 你就是去看電子比重 因為如果說多頭要延續 靠的一定是電子 有可能靠鋼鐵 有可能靠航運 有可能靠船產去撐指數嗎 不可能 那些都是 短線上而已 那些都是 算是一個過渡時期而已 它還是得靠電子 所以我跟大家說 只要電子成交比重低於50% 甚至低於60% 甚至是50%以下 3日內 電子一定漲 3日內電子一定漲 就是今天 所以我才說很多股票 它都會是一個很好的買電 尤其是2024的新題材 很多在2024新的題材 新的趨勢 要買就趁現在 真的要買就趁現在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如果說 現在行情這麼好 好 如果現在行情這麼好 你卻覺得不好賺 卻沒賺到 這一定是方法用錯了 這一定是方法用錯了 所以該怎麼買 接下來該去買什麼 大家可以加入我們的Light去看 小老鼠W178 W178 或直接點擊影片下方的連結 也可以加入 就像我講的 我不會去告訴你一些 廢話 我都是告訴你重點 重點中的重點 像什麼 今天外資買多少 投信買多少 這種東西我就不會去跟你講了 我就是跟你講重點 好 所以有一大堆新聞裡面 最重要最重要的重點 每天我都是跟你講重點 所以我才說很多獨到的見解 你只有在我們的 頻道跟Light看得到 你可以自己去比較 多看一些財經節目 多加幾個 Light 你會知道我們的好 好在哪裡 我不會去跟你廢話 就是講重點 好 所以你去看 我一直跟大家說 接下來叫2024 2023 獲利怎麼樣 數字怎麼樣 展望怎麼樣 都不重要了 沒有人再去看2023 2023怎麼樣都不要理他了 不重要 現在要看的一定是2024 那2024什麼樣的題材 最有機會 我們這兩個禮拜一直在強調 2024最有機會的 就是PC NB跟手機相關 那你去想 NB PC跟手機相關 這些族群 這些類股 他已經疲弱大概是兩年的時間 為什麼疲弱兩年 庫存太高 因為庫存太高 所以這些相關的股票 爛了兩年 那爛了兩年 為什麼在今年的年底 很多 都開始在漲 因為庫存消化完畢 庫存消化完畢就算了 消化完畢還不足以讓這些股票 要重返榮耀 而是因為有 AIPC的應用 所以在2024 這些曾經時代的眼淚 他都會迎來大轉機 這是我們近兩週一直在強調 一直在強調的觀念 曾經很熱門的PC股 NB股 手機概念股 在2024 都會迎來大轉機 這個大轉機 就是由AI帶出來的 這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說 如果說2023年是AI的萌芽 2024就是AI的應用 所以你看今天Intel Intel推出最新的處理器 他要去幹嘛 他就是要去打AIPC 在2024出的新筆電 新的電腦 全部都會採用 Intel出的 最新的AI處理器 這就是我所講的 AI的新應用 所以我跟你說 這種東西就是 AIPC 剛剛開始在應用 最受惠的會是誰 品牌廠 品牌廠一定是漲第一 華碩 宏基跟仁寶 品牌廠漲完要漲誰 組裝代工 跟一些傳統的NBPC概念股 所以我才跟大家說 像是瑞玉 有沒有 像是瑞玉 像是核碩 4938核碩 這種很純很純的PC跟NB 2024都不可能太差 是吧 今天Intel這個消息出來 真的就證明我們的看法 所以我們直接看個股 所以我跟妳講 總結一句話 現在要買的 不是買什麼2023 2023怎麼樣 獲利怎麼樣 產業怎麼樣 都不重要 不用去看2023了 現在我們要買的就是2024 一定要提言去布局2024 235G的華碩 來妳去看 是不是 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華碩400元以下很便宜 400元以下很便宜 我已經講了非常多遍 400元以下要買就剩400以下 他早晚會上400 這也是我們的核心股票之一 當時 360 380 我們都有陸續進場布局 今天半根漲停板上來 434 有沒有 妳在400元以下買進 通通都賺錢 400元以下買進 全部都賺錢 當時我還告訴大家說 為什麼說400元以下 真的很便宜 問說 如果說明年要應用到 AIPC AIMB 400元以下的華碩 他早晚都要漲 他一定早晚都要漲 不太可能不漲 如果說是 連400元以下的華碩都不會漲 那我跟妳講 AI根本就不會應用到PC上面 為什麼 你去看 2357的華碩 以他目前的數字來看 2024至少至少也有30到32 至少30到32塊錢 400元以下的股價 本益比只有13倍 以2024的數字來看 本益比只有13倍 如果連本益比13倍都不會漲 那我跟妳講 AIPC他根本就應用不上 他就是一個假議題 有沒有 真的就上去了 434 這就是我一直在跟大家強調的 提前去卡位 因為說現在的資金輪動速度很快 所以我們一定是說 透過產業 透過數字 了解他的價值 提前進去做卡位 是吧 2357的華碩 400元以下買進 通通都賺錢 大家都賺錢 我們的持股全部也都在400以下 460 360的 380的全部都有 今天全部也都是賺錢 這就是我在強調的 2024的 展望好 數字強 至今早晚會輪動過來 什麼時候輪動不確定 因為畢竟說至今就是 輪動很快 但是早晚一定會輪動過來 有吧 434 好那再來 2352 353的紅機也是 有沒有 今天的紅機 也開始大漲 這就是我所講的 明年的AIPC 你絕對不會差 那AIPC好代表什麼 代表很多的傳統 PCNB 手機的概念股 全部都會重返榮耀 為什麼我用重返榮耀這個詞 因為這些都是曾經很熱門的股票 深盾 GIS TPK 原相 合碩 瑞譽 是吧 這些都是兩三年前 非常熱門的股票 當時非常熱門 只是 爛了兩年的時間 大家都忘記了 那為什麼會爛兩年的時間 庫存太高 那現在庫存消化完畢了 明年又有新的AI應用 你覺得會不會重返榮耀 這就是我一直在強調的 所以你看 2353的鴻基 今天也大漲 這是一檔 鴻基 鴻基也大漲 半根漲停板 所以那鴻基我沒有買 鴻基我沒買 因為說如果說 以整個 AIPC的品牌廠來講 鴻基 華碩 跟人保 我只會去買華碩 華碩最便宜 我一定是去買華碩 2020 預估30到32 這個位置本益比只有13倍 那以鴻基來講 鴻基在2022是目前來看 大概2到2.5 以2到2.5 來講 40塊錢以下 它的本益比大約是18倍 那你去想 同樣是品牌廠 鴻基的本益比18倍 華碩本益比13倍 你要買誰 當然是去買空間最大的華碩 所以這就是我所講的 透過產業我會知道 接下來會長什麼 透過產業我知道 PC的品牌廠 接下來會長 那PC的品牌廠裡面 這麼多 仁寶 鴻基跟華碩 我要買誰 我不會全部都去買 資金只有一套 一定是全部集中在一檔 這才會賺最多 那我要買誰 我當然是去買華碩 鴻基跟仁寶 以2022的數字來看 本益比都大約是落在18倍 只有華碩是13倍 那我當然是去買華碩 是吧 今天華碩真的就大漲 鴻基跟仁寶也不錯 但是如果說以空間來講 華碩會比較大一點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說 其實 現在行情真的很好賺 如果你覺得 現在行情很難賺 賺太少 沒賺到 就代表方法用錯了 是吧 這就是方法用錯了 就像華碩 華碩我一直跟大家說 400以下可以買 400以下可以買 真的很便宜 那如果說你等到他今天拉到了434 才去追 他這種大牛股怎麼會有什麼延續性 可能明天 小漲一天兩天 就又開始休息了 所以這就是我所講的 現在的行情非常的好 如果你覺得賺太少 現在行情這樣個股百花齊放還賺不到 一定是方法用錯了 因為現在叫做肋骨輪漲 不是拉基盤 你如果說拉基盤就算了 拉基盤你賺不到 我賺不到 大家都賺不到 但現在只是叫做肋骨輪漲 肋骨輪漲 只要用對方法 就可以賺到很多 賺得還比肋骨起漲還要更多 所以你看有沒有 2353的紅肌 往上漲 2357的華碩 也是往上漲 這些都是華碩人寶 華碩人寶跟這個紅肌 全部都漲上去 這就代表說 AI的 AIPC的新應用 已經在開始發酵了 這就是我所講的 2024的新題材新主流 現在就要開始買 那也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說紅肌的話 我覺得紅肌資訊 會比較有價值 就是 同樣如果說真的要去買的話 與其要買紅肌 我會去買紅肌資訊 紅肌資訊 他的數字更漂亮 位置又更低 那他接到的訂單 可能會比紅肌本身還來得更好 所以這就是產業 所以大家可以去觀察 包含像是6147的奇邦也是 有沒有 奇邦也是可以證明我們所講的 現在資金輪動很快 資金輪動非常快 你如果沒有 了解產業 提前去卡位 連漲三天之後追進去 這就討不到便宜了 6147的奇邦我們在這裡買 買完之後 隔大概是一個禮拜 連續三根長黑K 長紅K 大漲上去79.2 但是如果說好 看著技術面 轉強之後才去買 上禮拜五小幅創高 今天繼續拉回 有沒有小幅震盪拉回 不是說他不好 而是說現在的肋骨輪動 就是這麼快 漲三天之後就會開始震盪休息 那一般投資人來講 都漲三天 漲市正式出來了 最近去剛剛好又進入橫盤整理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說很多人說 現在行情明明就這麼好 你看我們的股票 每一檔都百花齊放 怎麼會覺得不好賺 就是方法用錯了 純技術面一定是 大漲個兩到三天進去買 但是目前資金輪動速度很快 族群延續性就是不會超過三天 不會超過三天 兩到三天你去買 不是剛剛好就是進入 休息時間 買完之後股價進入休息 好 那等不起之後轉到別的股票 別的股票又剛好開始休息 所以這就是我所講的 現在的行情 很好賺 但是要用對方法 我們就是要提前去卡位 提前下去做佈局 所以你看 6147的奇邦 有吧 連續拉回兩天我們買在這裡 照樣都是賺錢 持續都是賺錢 那當橫盤整理一下 繼續 都還會再繼續創高 都還不貴 2024賺7到8 那你說為什麼我會知道說 這個位置可以買 技術面不強 籌碼面還好 整個形態也沒有到非常漂亮 為什麼會買在這裡 產業嘛 面板驅動IC漲完漲面板 面板漲完漲到面板驅動IC的封測 買完之後往上拉 這就是產業加速 所以我才告訴大家現在這個行情 大盤不可能會太差啦 整個台股 你要找一個看空理由都還很難 台股不可能會太差 就是看你怎麼去賺而已 所以我才告訴大家 現在我們就是利用這個機會 提前去佈局 屬於2024 新主流跟新體財 尤其是今天 你去看 電子成交比重51% 51% 這怎麼可能會是常態 我跟你講 三天內 三天內電子成交比重 一定回到60%以上 甚至70%也差不多 60到70%以上 那既然說 電子成交比重回到60到70%以上 50%的成交比重 這就是最好的買點 所以把握機會 如果你覺得現在行情什麼 看得到就吃不到 賺了指數賠了價差 或是覺得賺不夠 想再賺更多 打電話進來 因為接下來要買什麼 我都幫大家準備好了 就是利用這幾天 提前進去做卡位 直接來電 或私訊我們的Light 我們先休息一下 想跟上下一檔表股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加上開啟小鈴鐺 還要記得加入我的Light ID是WE178 WE178 前面記得加小老鼠 好所以 這就是產業嘛 你說 為什麼我會知道 華碩會長 為什麼我知道說華碩 400元以下可以買 今天全部都賺錢 400元以下 只要你有買 全部都賺錢 因為我知道他價值 我知道他2024要賺多少 我知道明年的AIPC 跟AIMB 應用會非常廣泛 產業沒問題 數字也漂亮 怎麼可能不會漲 而且現在叫做強勢多頭 資金早晚會輪動過來 所以你看華碩 這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華碩就證明說 只要了解產業 只要明年的數字 我們就可以提前去買進 那今天的華碩 宏基跟人保同步的大漲 就證明我們對於2024的產業看法 絕對沒問題 宏基人保華碩同步大漲 就代表說AIPC的應用 真的會在明年 開始發酵 那AIPC應用在明年開始發酵 就代表說 很多跟NB跟PC相關的廠商 一定也會連帶受賄 沒錯嘛 這就一連串的 所以我跟你說 這些品牌廠展完之後 接著就會輪到零組件 或是一些PC跟NB的代工廠 4938的合索 你去看他今天 這個下影線收的多漂亮 一模一樣的邏輯 所以把握機會 如果 不知道怎麼買 不知道怎麼說 把握現在這樣子的行情 記得先加入我們的Light 你可以直接在Light裡面 找到 小老鼠W178 W178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一直跟大家說 2379的銳遇 明年會重返榮耀 所謂的重返榮耀 不是說短線長個10% 20% 30% 而是他會漲回到他的歷史高點 大家可以去驗證 你可以明年自己去慢慢驗證 2379的銳遇 有沒有 所以我說他會重返榮耀 就是因為這樣嘛 PC跟NB的庫存消化完畢 加上 明年有AIMB跟PC的新應用 他會迎來新的轉機 從400元 一路到464 告訴大家還會有高點 一直到上禮拜四 大漲了半根漲停 最高來到492 今天 周五跟 昨天 上禮拜五跟今天 小幅度的震盪 我還是要告訴大家 還會有高點 500塊錢以下 真的都不貴 要買就趕快去買 所以你看 這不就像我講的嗎 同樣一檔銳遇 我們從400 420 430 一路這樣賺上去 但是如果說 你看到上禮拜四 這麼漂亮的藏紅 可以才追進去 剛剛好又連續兩天回檔 所以這就是我跟大家講 現在資金輪動速度 非常非常的快 你如果用錯方式 明明是一檔好好的股票 你卻可能會賺不到 原因就在這裡 所以你看 這裡 這種回檔都非常好買 往上拉 通通都賺錢 但是如果說純粹看技術面 創高之後 收這麼漂亮的紅盔 再去買進去 剛剛好又連續兩天的回檔 是吧 所以 這幾天 就是可能說指數量說 又加上外資要去放假 成交量一定會比較清淡 那個股輪動也會比較快 但是這就是布局2024 非常好的機會 你相信我很多股票 2024都會大爆發 而且 很多在2024大爆發的股票 會是你曾經認識的股票 你曾經賺過的股票 就像合碩 就像瑞玉 這些都是 大家都認識嘛 不要說認識 大家以前可能都賺過 這就叫做重返榮耀 還有家邦也是啊 有沒有 我們從70塊一路告訴大家 漲上來漲到90塊 上禮拜 上禮拜五 創高之後 小幅度的拉回震盪 今天持續小幅度的拉回震盪 這些都是持續看好 沒有問題 你看喔 如果說 看上禮拜 即將轉強 站上前高 追進去 剛剛好又連續兩天的回檔 是吧 又連續兩天回檔 所以這就是我所講的 資金輪動很快 一檔好的股票 方法用錯了 你還是賺不到 你說 從70塊 80塊 85塊 一路這樣漲上來 這買點都很漂亮 但如果說純看技術面 追突破 剛剛好又連續兩天拉回來 所以我覺得現在 就是一個 大行情 真正的大行情 真正要走長多的格局 既然要走長多 眼光就放遠一點 眼光放遠 我們就是針對這些便宜的好股票 買在他一個相對 本益比比較低的位階 400元以下的華碩 隨便你買 隨便你敲 只要400元以下 今天通通都賺錢 2379的瑞育也是一樣 從400元上下 一路告訴大家 因為那漲上來 已經接近了500塊 所以把握機會 就是說今天整個 PCNB的品牌廠開始大漲 接下來就會輪到零組件 那零組件要買誰 我們都已經幫大家準備好了 全部都準備好了 現在買什麼 買完這檔 只有下一檔要買什麼 都準備好了 你就直接打電話進來 或直接視訊 我們右下角的Light 我直接帶你來買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想跟上下一檔表股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加上開啟小鈴鐺 還要記得加入我的Light ID是WE178 WE178 前面記得加小老鼠 摩爾證券投顧 0800-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